� combinant 这个 在怎样去过一个基督主的人生活 求祢 指教我 去过一个怎样的生活 指教我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就是最终的基督主的生活里面 你要有灵修 为什么要灵修 灵修就是我们与神建立那个关系 还有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 还有你知道上帝多么的爱你 其实我们不知道上帝多么的爱你 我们只是知道上帝爱我 可是有多么的爱你呢 你不知道 从神的话语圣经里面建立关系 明白了上帝的心意 更加明白上帝多么的爱你 你是上帝心目中的宝贝 多么的宝贝 所以你才会爱你自己 你才会更加的爱别人 上帝以基督心为心 你也会看到别人是 也是一样在上帝的心目中 是多么的宝贝的 就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爱 一知半解 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爱不是这么的强烈 就比如说在我们不知道我们父母多么的爱我们 如果你知道你父母多么爱 你就不会被虐 你就不会顶嘴 你就不会惹他生气 你怕的只是做得不够 对不对 养儿放置父母恩 到你能做了父母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父母的心意 所以你想好好地回应 所以营秀这么的重要就是 那个机会 机会是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好像一个灯泡这样 好像烛光或者一个灯泡 如果我们个人的时候是很微小的那个子 是我们世界光是世界人 可是一个人的力量 那个光 那个亮光是不是很 很强烈 很强烈 可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成为了一个灯塔 不要提起来就是什么 一个灯塔 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教会的基督徒 愿意在这个事奉上 成为一个身体里面成为一个肢体 彼此的配合 成为了一个灯塔 人家就知道你这是基督徒 因为基督的生命里面不同 是因为有上帝的生命在他们当中 因为 事奉 事奉就是 生命的意义就是不是你拥有多少 而是你付出了多少 你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有什么的贡献 就是一个回应 事奉就是上帝呼召你的时候 要你回应 好像你回应你父母的爱 你回应上帝的爱 什么种 乐意的奉献 上帝很有钱的 不是要你的时候啥 只是这个一个 你应该所当的责任 责任里面的奉献 不单只是金钱 你的时间 你的恩赐 你的能力 你的金钱各方面 上帝不缺乏金钱 不缺乏很多聪明的人 上帝要的就是 顺服的孩子 你愿意吗 他所要的乐意的奉献 因为上帝是看内心 人生是快秒 他要的是你愿意吗 你愿意 上帝就像你生命 新的神迹 产生不一样的回应 还有勇敢的传呼应 我呼出信主的时候 我去教堂 我拿那个圣经文 也怕人家知道 不敢 不敢明白 你看你看 因为黑社会 罗圣经搞笑 搞命货 那个心态 初心的时候 到了一定的时候 上帝跟你说 我不以复应为此 因为这复应是上帝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 有条件的 他的大能 站现在什么人的身上 在相信的人 从哪里开始 从犹太人到非利利人 他有那个刺激 有他的时间 所以到那个时候 你就不会以复应为此 你会告举耶稣 你会去跟人传复应 这杯水是甜的 为什么你敢 你试过你饮了 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 如果你不认识这 你就去听 现在优地或者是什么 如果你会制的 你就去看 看多一点属灵的树 来到喂养 然后喂养你的灵命成长 不会只是停留在那个贺乃的 那个的潜水之处 你会 站 你会跑 你会更加的到深水之处 享受那个 享受那个 所给你那个的自由 所丰盛 各方面的属灵的福气 会临到你的身上 最主要的就是 当你有这几个步骤 你愿意跟他建立关系 你愿意的 同性和异的为主而活 为主而工作 事奉 任意的奉献 勇敢的传福音 听 读属灵的书记的时候 你会看见 圣灵的启示 因为透过话语 跟你说话 来圣灵的感动 对你认识 因为 神是透过你对圣经的认识 你对上帝的认识的程度 还有圣灵的感动 来引导着你这一步 这一步才有下一步 更加的引导着你前面 所以启示就是给你看到意象 你的vision 你的定位 你的命定 你的使命是什么 你会看见 营场的世界就是 天国的奥秘 丰盛的生命 真爱是人 每一个都是这么宝贝的 可是我们是 不然他是种价救赎回来的 为你而死 为你而忙 感谢上帝 他的话语 能够 眺望起我们的信心 更加的坚定在他的国度里 认识他是一生最美的祝福 哈利路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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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